我们的机器码长这个样子,组合语言长这个样子 我们要能够解译这些机器码 处理器的功能就是在解译机器码做对应的动作 你就要了解机器码所对应的组合语言到底是什么意义 你在设计整个处理器的时候 就是在解译这些运算码做对应的动作 那我们这里开始我们定义了什么呢 首先你看这些定义,第一个指令暂存器IR IR的前面是15到12的部分是运算码 后面12码是它的常数栏位C 所以这边其实就在定义这件事情 那状态暂存器是SW SW的第15个位元是负奇标 SW的第14个位元是零奇标 OK 接下来记忆体 所谓的记忆体就是存取 什么呢?存取M这个阵列 里面的第C个位元 C个位元组 和第C加一个位元组 因为它是16位元的处理器 所以每次要提取两个byte 两个byte 这是M 这些东西define都像C元的聚集 它的功能就像C元的聚集 只是为了给后面用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模组 模组的部分 我们看到CPU的输入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Clock 通常CPU的输入和输出不会很多 如果记忆体是分开的话 它会有跟记忆体互动的输出路 周边装置分开 它会有跟周边装置互动的输出路 如果都合在一起 像我们这一颗是全部合在一起 它的输入就没有什么需要输入 只要Clock输入就好 接下来我们这边定义了五个指令 用Parameter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写起来最方便 不过Parameter通常不是这样用 我们定义LD是4H0 也就是0的意思 但是它占四个bit 4个位元 ADD是1 JMP是2 ST是3 CMP是4 JEQ是5 接下来我们定义 A占存器 累积器 它是一个16位元的占存器 而且它是有耗占存器 所以这边的数字表示范围会是什么呢 会是-32768到-32767之间的数字 OK 接下来我们定义的是IR 就是指令暂存器 再定义 状态暂存器 再定义程式计数器 这些是目前我们这几个指令就会用到的 没有用到的我们暂时先不定义 以我们的粒子而言够 如果不够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再把它调大一点 因为我们的记忆体最多目前 以定义程式计算出口 可以到2有12次方 就是4k 4095 0到4095 接下来是初始化 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呢 首先把PC设成0 成式计数器设成0 状态战层机也设成0 然后把机器码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我显示一次机器码 看看读进来的机器码是不是正确 接下来才是真正在做程式的部分 Always Pulse Edge Clock 所以这是一个正边缘触发的一个处理器 Pulse Edge正边缘触发的 在Clock的正边缘才会触发它的动作 然后我从MPC 就是记忆体以PC为位置把它取出来 和MPC加1 因为一次要取两个byte才会组成一个指令 所以一次取两个byte接起来 接下来我把PC0设定成PC 这是为了保存 因为PC加2之后 我们要印出位置就不正确了 所以先保存 接下来就CAS-OP 根据运算码来决定 到底我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运算码是LD 我们就把C所指定的记忆体内容给拿出来 丢到A这个累积器里面 如果是ST的话 我们倒过来把A暂存器的内容取出来 放到记忆体里面 如果是CMP比较的话呢 我们会把负奇标和零奇标设定成A和M的比较值 如果是加法的话 我们会把累积器的内容跟记忆体加在一起 再放回累积器里面 所以这种处理器是以累积器为核心的处理器 如果是跳跃的话 我们会把长数直接 后面的这个C长数直接取出来 丢给程式计数器 所以它的跳跃最多也只能够跳到1023 因为它不是1023 4095 最多只能跳到4095 因为它只有12位元的C位置 接下来如果是Z奇标设定起来的话 ZEQ才会跳跃 然后最后印出来 观察一下 这个目的是要让你观察一下 你现在执行结果到底对不对 这样整个CPU就设计完 CPU的部分其实不长 真正的CPU部分是在这里 这些是CPU的部分 接下来又测试模组 组程式宣告时迈 然后把时迈提供给CPU 然后一开始时迈设成0 每10奈秒时迈反向 到2000奈秒强迫中止 OK 然后我们编译 词形 这里我的CPU16M 其实名字有点不对 我们这一个档案名字应该是存成MCU0M 所以我这边的指令操作版本不太对 MCU0M点V MCU0M 这里应该VVPMCU0M才对 最后的输出结果是这个样子 OK 这是今天我们要看懂的一个重点 所以请各位仔细地把这个程式仔细看懂 然后有任何问题看不懂的话 赶快问我 这一部分如果看不懂的话 其末大概也就很难做得出来 还有你对这一门课的了解也就前功尽弃 所以这个一定要看懂 你们可以看清楚 譬伍